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 说他是光中之尊 佛中之王 释迦牟尼佛是代表 一切诸佛如来说的 也就是一切如来都承认 阿弥陀佛是光中之尊 佛中之王 那么我们做阿弥陀佛的学生 很光荣 无论到哪个佛世界 那个佛对我们都特别礼遇 特别招待 为什么呢 阿弥陀佛的学生 就沾阿弥陀佛的光 诸位尽宗同修 你们如果真正明了之后 你要想得 一切的菩萨生文人求 跟诸天 乃至于魔王 那要么鬼怪 更不必说了 见到阿弥陀佛 那还得了啊 见到真正阿弥陀佛的学生 魔王不会伤害你 已经在那里跪下来 给你顶礼了 你没看到 那是真的 不是假的 如果你不是阿弥陀佛的真弟子 是冒牌的 他瞧不起你 他又是跟你开个玩笑 作弄作弄 你说你是假的 天天也念弥陀金 也念阿弥陀佛 心里面贪嗔痴骂 还是自私自利 还是明文理 是假的 不是真的 要么鬼怪 会跟你开玩笑 如果你是真的 其心动念 也与造作 跟无量寿金 都相应 就是跟阿弥陀佛相应 他尊敬 你不必求他保佑 他自然要保佑你 为什么 他欢喜 他赞叹 他恭敬 但如法才行 搞真的 不能搞假的 这是正法当中的正法 不必再问 什么一切急凶祸福 都不要去问 行政 行政 跟阿弥陀佛 完全相应 你所在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腹地 因为你是有福之人 祝福互念 龙天山神勇 这道理不能不懂 我们不断提升自己 我们这一提升 天地归神都尊敬 这山神徒地 那又不容忽 这道理 这些真有 不是假的 华严经上 讲得清楚 是否 好了 好了 冲